今天非常激动啊 因为我要开箱一款群晖的这个NAS 那这款NAS的话呢 在群晖的产品系列里面 已经属于一款中高端的一款产品了 一般的话呢 个人他买的就是DS218PLUS这种类型的 那这款产品的话呢 它是群晖的DS1618PLUS六盘位的 那并且呢 它最大的亮点是可以扩展这个万兆的这个网络 读写的速度官方标称可以达到2037兆每秒 那国行的这个裸机售价大概在7000块钱左右 在开箱之前的话呢 我要感谢一下这位群友提供那么土豪的一个产品给我把玩 并且的话呢 还让我破它的这个小处 好的 那现在我就来开箱一下这款产品 然后的话呢 我会对比一下我这个屌丝用2000块钱DIY的这个NAS 对比一下他们两者之间的这个性能的差距 首先的话呢 那先来开箱一下这个DS1618 打开外包装后呢 第一个印入眼帘的就是DS1618的这个名牌 外包装上的话呢 前面就是DS1618的一个展示图 然后下面就是它的一些这款产品的一些特点 那这个印输的时候这个快递很暴力啊 你看这个箱子的话呢 这里都已经破损了 包装箱的后面就是这款机器的一些规格的一些参数 那现在呢 我们先把这个主机给拿出来看一下 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小盒子 那里面就是一些电源线网线 那么一些简单的一些小配件 接下来就是一个三包凭证和一个说明书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机的这个本体 当我打开的时候 我发现第一个盘位它已经自动弹出来了 那可能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有震动 导致它自动弹出 不得不说群晖的这个颜值还真的是很高的 那第一眼看上去质感都非常好 前面板的话呢 就集成了电源开关键 然后网线的指示灯 硬盘的指示灯 前面板的底部还有个USB3.0的一个接口 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六盘位的 所以它有两个风扇 有四个这个网口 然后两个USB的3.0的接口 还有两个eSATA的这个接口 在它的底部的话 这里有一个小盖板 我们把这个盖板取开以后 那实际上下面的话呢 就是内存的这个插槽 官方的标配的话呢 是一条4G的这个内存 那么它这个是有两个插槽的 我们可以在旁边再扩展一个内存条 现在我打看一下这个机箱的这个内部 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这个机壳还是比较难开的 然后它的这个机壳的这个做工就很一般了 和289的那个NAS机箱的这个机壳是一样的 在它的左侧 这个是电源的部分 整体的这个内部的质感 包括线材的使用 其实和这个银广的这个机箱 是差不多的 那在右侧的话呢 这里就有一个PCIe乘16的一个插槽 那这个插槽的话呢 就是可以扩展这个万兆的这个网卡 那除了这些以外 那机箱内部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开始之前我还是看了一下 这个快速的操作手册 那其实这个操作手册 就是教你怎样把这个硬盘 安装在这个托盘里面 群晖的这个托盘 它是不需要这个螺丝的 直接把硬盘卡在上面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边接上电源 然后插上网线 首次来开机 首次启动的话呢 它很慢 有一个很长的一个等待的过程 开机完成后呢 我们根据群晖助手的这个向导 来安装完成这个系统就可以了 那安装系统我就不再演示了 这里我给大家对比一下 群晖的这个机箱和银广的这个机箱 那群晖的这个肯定是要小的很多 然后颜值也肯定要高一些 但是从做工和质感方面来说 两者是没有区别的 因为两个都是台湾厂商制造的 唯一的这个区别就是 群晖的这个托盘 它是全部都是塑料制成的 而我们看一下银广的这个托盘 那它这部分是铝合金制造的 接下来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这个7000块钱左右的 这个群晖的这个NAS 和我们自己DIY的2000块左右的 这个NAS的这个性能的一个 横向的一个简单的对比 当然为了演示给大家更直观的 看出来两台之间的这个性能 那这边的话呢 我的这台DIY的NAS 我肯定装的就是这个黑群晖的这个系统了 首先我先来演示一下 两者之间的这个CPU的这个性能差距 那我的测试方法很简单了 就是用同一个视频 用这两个设备来转码 看哪一个的转码速度比较快 我用到转码的这个视频的话呢 就是我GH5相机里面直接拍出来的这个原生格式 4K的10bit 422的格式 那么有40秒左右 这边左边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DS1618plus 那右边的话呢 就是我自己DIY的GO5005 同一个视频来转码的话呢 DS1618是比我的这个GO5005 是要慢着10秒钟左右的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来演示一下传输速度 那么在单网口的情况下 那么都是一样的 都可以达到千兆的这个速度 而且不掉速 扩展万兆网口呢 我就不测试了 因为我也没有相关的这些设备来测试 接下来我来测试一下 他们从开机到待机的这个功耗 那左边是我的这个GO5005 右边的话呢 是全会的DS1618plus 两个机器的话呢 我都分别配备了一块4T的这个硬盘 功耗测试下来的话呢 DS1618plus大概在25W左右 那么GO5005的这个功耗 大概在167W左右 经过几天的把玩和测试 那么这台价值在7000块钱左右的 群晖的DS1618plus 在和我自己DIY的 2000块钱左右的这个NAS相比的话呢 性能上差距并不是很大 那么甚至我自己DIY的这台NAS的话呢 性能还要略胜一筹 只是说在扩展性上DS1618plus 它可以扩展至万兆的网卡 那么如果大家想要高性能 然后又喜欢自己折腾的话呢 那建议大家自己DIY自己的NAS 那么如果大家是一个颜值控 然后追求稳定的话 那么建议大家就选择这个群晖的这个NAS 好了那这期视频就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